之後就會是這個日期 這個地方是因為 你不可能說重疊 你這個假設你這個時間 不會再做另外一件事情的話 那你就是不要重疊 不要重疊的話 那就日期再把它加一 那比如說之後的 部分就enjoy好了 然後這地方5 我可以按輸入 有沒有就往下排成 然後再來雲端 那這個日期的話 28再加一 然後天數的話 可以自己排按輸入 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假設我今天要做一個安排 就會非常的 可以是 自己的一個 行程安排 那最後甚至可以把這個 最後行程安排把它印出去 就可以把它貼出來 每個 我想公司 每個人就可以用一套這種方式來做 時間的管理 這個地方的話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基本上這個排成部分 總共會分成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 畫面上面要做什麼 那這個我想表達我們前面做蠻多的 基本上 這個是一個 一個文字方塊 這個是下拉 下拉 三個按鈕 那這個就是三個 標籤 我想這個前面做蠻多的 所以第一個階段的話就是把這些 先做出來 再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 按輸入的時候呢 要寫哪些程式 可以自動判斷編號 然後把這個項目填進去 把這個時間 填進去 把這個時間 再加上這個時間 填進去 並且把這個時間 填完之後 把這個時間 把這個最後面的時間 再加以 大概這個輸入部分 還有清除結束 大概是這樣的功能 OK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著 開啟那個 問題 這個問題22 那開發地方的話呢 就是 再新建一個表單 對 表單裡面大概這一些 那我等一下會把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把上面的名稱 再給各位 再傳上去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請問大家 好 謝謝 谢谢观看